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此前超万亿成交额驻降至了7000亿左右 那您觉得此前受到政策刺激而带动的一些乐观情绪 是否已经消散了呢 目前还是一个做多的一个好时机吗 对于A股未来的走势 您有一个怎样的预判呢 近期A股市场在3100点附近出现了反复震荡的走势 显出当前已然存在多空分歧 但是市场下行空间有限 而向上则是存在估值回升的机会 建议大家要保持信心和耐心 当前无论是A股还是港股 影响市场的利空因素正在不断地减少 而支持市场回升的因素在不断增加 包括近期政策面 出台了很多支持经济复苏的政策 我发行1万亿超传统国债 为重大基础设施来出击资金 那么这将会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 从而能够撬动三到五倍的平坚投资 那么投资增速回暖将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而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加 对拉动消费是有用的 那另一方面就是在楼市方面 那么央行出台四十件来支持楼市回暖 多地也都纷纷放开限购 现在全国只剩六个城市还有限购 未来如果房地产市场没有有效地回暖的话 这六个城市也有望逐步地取消限购 释放出更多的钢策需求 让投资者的信息会得到一定的修复 那么从资本市场本身来看 近期我国资本市场 迎来了很多重磅的政策 在新国九条发布之后 这年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来打造一加N政策体系 来打造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 那新国九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高领先的文件 那么明确地表示要研码入口关 在源头上控制上市公司质量 谁冒际单则 打击一些企业想 这个蓄杂上市 或者是想汇闹及市场的这种想法 那只有好的公司 有发展潜力的公司才能通过IPO上市 那么对于已经上市的公司 则是采取严谨管 打击违法无规行为 加强退市制度 而近期又出台了 关于规范大股东 减持打击绕道式减持行为的规定 那么将市场制度上的漏洞 从而能够建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市场环境 那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改革 那么将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逐步走向成熟 制度上逐步完善 切实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那么也就是说 当前市场虽然出现了一定的震道反过 但是整体的这个趋势 这一段上行并没有改变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信心 虽然看这个整个地的A股 都是有个拉锯正道这样的格局 不过在个别板块上 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个 别开生命的一个走势了 比如说这个芯片半导体行业了 我们看到中国是为推动晶片产业发展 以抗衡美国及其门口 收紧这个半导体出口管制 日前就成立了国家大基金三基 注册的资本就达到了3440亿元人民币 是历来最大规模 也是超过了前两期的一个总和 而总括而言第三期大基金 是否跟前一二期一样 主要是投放在半导体行业呢 对于相关领域的发展 您觉得会带来多大的一个效益和作用呢 哪些细分的板块 您觉得是可以在当中受益 而投资者应该如何来抓住 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呢 最近市场关注的一个热点呢 就是国家第三期大基金正式公布 金额呢高达3440亿元 超过了前两期的组合 那国家大基金 重点投资于集成电路行业 也就是新培养大大地行业 在这个国家这个卡布兹的这个项目上 进行重点的这个突破 而这一次 这个国家大基金第三期 还拉了六家国有大银行 来做股东 那这就为后期贷款 支持这个项目研发做了铺垫 因为这六大国有银行 将会对这个基金的项目 进行向这个支持 因为呢 像新面貌铁这些行业的发展 它既是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又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 那么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支持 才可能会取得突破 那么对这些这个我国短板的一个项目 能够实现跨越式的这个进步 从而能够打造整个产业链 那前两期 它基金呢 重点投资的是一些硬件 包括这个制造芯片的一些设备 和这个一些这个基础设施 那么从第二期开始呢 已经对于相关的这个产业 比如说材料啊 软件方面的一些项目呢 进行这个投资 那第三期呢 将会硬件和软件并重 那么既要这个在设备上 继续投资 购入国际领先的这个设备 另外呢 另外呢 也要建造呢 这个设断线 那么在芯片设计研发 以及上游的一些零部件上 做一些重点的投入 从而呢 实现我国在芯片半头体领域的 这种自主研发 那么这样的话会逐步减少对于进口 芯片的依赖 那么当前呢 我国在科技上的这个投入啊 资金量越来越大 推动呢 我国科技进步 那么在这一次啊 第四次科技革命中 那美国无疑呢 又是领头羊 那么我们也要用头赶上 那么芯片呢 是所有高科技的大脑 那么在芯片上实现突破 那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 而发展人工智能 这个实现各行各业的AI加 那离不开高档芯片 所以国家大基金 这个连续推出三期 那么也让我们看到了 这个实现技术突破的希望 那这对于相关板块 也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推动 特别是芯片半导体的 相关产业链的这个股票 也可能会释放出更多的业绩 那将来如果能够实现技术突破 有具体的这个应用 释放出更多的业绩 那可能会成就一些伟大的公司 那现在还是处于的 早期研发投入的阶段 所以这时候还不太好判断 哪家企业能够实现 技术上的这个突破 但是整个板块线的机会 近期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半导体可以说是 中央重点关注的重中之重 所以投资者还是可以密切 来到留意的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 这个个别企业方面的一些消息 比如说这个贵州茅台 股东大会是昨天召开了 它是素有这个中国版 巴菲特股东大会之称 而据我们了解到 这一次参会的人数 就超过了1700人 是非常的火爆 也是创下了2019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可见这个茅台公司受到市场的 关注度是非常的高 而另外这次股东大会呢 也是茅台集团董事长 这个张德勤上任之后的一个首秀 所以说呢是意义重大 您呢也是受邀出席的 这一场股东大会 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您呢 据您的观察 您对于下阶段白酒股 以及饮食板块的一个走势 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而在投资白酒板块这一个行业呢 目前是不是一个好时机呢 5月29日啊 我再次来到茅台镇 参加了2024年茅台股东大会 那么代表公司 来对这个股东大会上的 事项进行特别表决 那么同时呢也在会议上 向新任这个董事长张德勤呢 进行了提问 同时提出三点这个建议 那么第一个提问呢 就是关于提高这个飞天的出口 这个出场价 以及提高取消比例 从而呢能够让股份公司的盈利 有更大的一个这个资产空间 那么可以给投资者形成一个 每年都有小幅涨下的这个预期 那么第二呢就是建议公司呢提高分红比例 去年呢有一次特别分红 所以分红比例超过了百分之 这个达到百分之七十五 正常年费呢是百分之五十 建议呢未来分红比例 稳定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响应呢新国九条的号召 用真金白银回馈这个投资者 第三呢建议啊 公司能够实现呢 送股或者是拆分 来降低绝对股价 让更多的投资者有机会 成为毛泽的股东 因为现在这个绝对股价比较高 买一手呢就需要17万左右 超过了很多投资者 这个账户的这个资金量 所以很多人是无法这个投资的 所以从这三个方面 这个提了一些建议 然后董事长也给予了 也这场的这个回应 那么白酒行业呢 是消费行业中增长比较稳定 盈利能力较强的一个行业 特别是品牌白酒 既有这个消费的功能 同时又有社交的功能 就加上我们研究的习惯 已经形成了1000年 并不会在短时期内改变 所以这个白酒行业 依然是盈利能力较强的 消费这个行业 大家未来呢 可以关注行业的一些品牌 消费品的机会 特别是经过三年的下跌之后 很多消费白瓦股 已经回到了平均估值之下 甚至有的呢 已经是在历史比较低的估值 那这个现在趁钢田大白 还是在底部 这一档的时候 工地布局这些被挫杀的 优质的这个龙头股 或者是优质龙头基金 再抓住下一轮 结构性行业的机会 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策略 那么现在经济正在逐步复苏 如果经济复苏力度加快 这个节度加快 加上居民输入 有预期提升的话 对于白酒的消费 有望出现一个回胜 那么作为价值投资呢 这一行呢 我之前建议过 大家如果有条件 可以参加巴布德国人大会 或者是茅台国人大会 来坚定价值投资理念 那么参加这些 优质公司的股东大会 你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并且看到参会的股东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就知道一定要做好公司的股东 要有伟大的企业一起成长 才能真正地实现 财富的需续增长 才能够真正取得 长期投资的胜利 而这个看技术坏限 追涨杀跌 批凡交易 则是很多投资者 亏钱的根源 所以建议大家呢 一定要坚持交易投资理念 而在当前倡导 加入投资呢 正当其实 嗯 没错 这个茅台确实上是 这个价值投资的一个标杆 好 非常感谢杨德文先生 这一时段呢 与我们的视频连线 今天财经点评也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